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岁的时候我就想要做记者而且要做驻外记者 当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巴拉奇采访邓小平 我说一个女人可以去问邓小平任何问题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在华尔街日报工作 原理需要面对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 不同行业的新闻 如何才能做到真实准确的报道 是她无法违避的难题 我那篇稿子真的已经写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她还要跟我这样改那样改 有一天我都跑到卫生间里面去 流了几滴眼泪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 应该坚守的职业底线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挖到独家新闻 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招人的时候 我对人的要求就是诚实 你不要来跟我说谎 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谎 说谎是我最最最不能够忍受的人的缺陷 如果我对你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我不觉得我们的读者 可以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我们也很好奇 也想从您这儿了解到说 美国的媒体的运作 跟中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 他选择这个财经记者的标准 是什么样的 基本上到华尔街日报来工作的 很多人都是在一些小的报纸 或者在别的报纸都做过的 当然我们也会从大学里面 直接招年轻人 但是这些人一般都是在校报 已经做过的 或者他们已经做过一些 实习生了这样子的 但很多时候 你要有这种分析的能力 人要很执着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写的文章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写出来 不是说发生 你把它写了出来就完了 很多时候是要你去追这个新闻的 有时候要追好几个月 我们还有同事追了好几年的 这种新闻 我们有一个写伊朗 那个文章写了十年 作为记者会觉得 十年的时间写了这一篇稿子 我就挣一篇稿子的稿费 在国内的记者 有叫什么定额是吧 对你比如每个月写多少字 然后每天字 多少钱的稿费这样 那稿子会不会写得很长 有可能 那对读者是不公平的呀 读者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 去看一个没有必要那么长的文章呢 从我们华尔街日报的角度来说 我们最大的责任是对读者的责任 追求最高质量的这种的稿子 而不是说要有多好字 多少件 你们不是按这个稿费 你们是怎么给你们计算 我们就是年薪啊 就是你一年的报酬多少 就是啊就是年薪 如果这一年你只写了十篇稿子 跟你写了一百篇稿子 结果是一样的对吗 对但是你也不像只写十篇稿子呀 如果你写的太少的话 他会跟你谈话的呀 他会说你应该写的更多 但是他不会给你要求说 你应该写多少 因为你有的稿子 要写几个月才写得出来 但是在这期间 因为你要报导这些公司 或者报导这个行业 有很多别的事情发生 你同时会写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你只有在同时 写很多稿子的时候 你才会对这个事情的全貌 才能够有了解 才会对它有深度的了解 你这样子的话 你最后的大稿子 才会最丰满 最有深度 这样子的时候 你不会说你会偷懒 没有给你定额 你就不会去做 而且呢 我们和我们的竞争对手之间 竞争非常激烈的 我当时做电信记者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12点钟 会到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网站上去看 看有没有我当天漏的稿子 因为大家会在12点的时候 会把稿子都放了上去 当然就是没有一次事 所以你们的驱动力 其实并不来源于 直接的利益的驱动 而是说你们要把事情 做到卓越 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荣誉吧 你自己个人的荣誉 然后你对这个报纸的 也有一种荣誉 有一种归属感 我们很多同事在这 真的是干了很多年了 对于很多做媒体的人 也包括我在内 觉得进入到 华尔街日报工作 这似乎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要我 后来我要回来的时候 我和当时招聘我的 那个副总编聊 她是个老太太 我第一次去面试 她跟我聊了三个多小时 她想知道我一个中国人 觉得美国经济 都有哪一些的新闻可以做 她想听我的那个 新闻的那种想法 她就很愿意听我 说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说一个好的媒体 她是希望她的记者 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不同的生活背景 不同的民族背景 就是美国确实 它有这样子的 我们会讲那个diversity 这种多样化 我觉得他们也看到了 中国经济是在崛起的 那么他们想到 有一天我们需要有人 去白血中国 是你的什么优势 打动了他们呢 这种不同的视角 我觉得可能是我很有热情 因为我只二岁的时候 我就想要做记者 而且要做诸外记者 当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 巴拉奇采访邓小平 我说一个女人可以去问 邓小平任何问题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我现在一碰到 有新闻发生的时候 我就是很兴奋 确实是这样 我们说头版的故事吧 因为头版肯定是最严格的 头版也是不堪回首的事情 刚进去的时候 你会写一些 特写了什么之类的 也比较容易干什么 但是华尔街日报 能上头版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过了你的编辑这一关 还要过头版的编辑那一关 我们头版的编辑 有在那做过好几十年的 有几个编辑 它就是稍微改一些东西 它就能把你 变成一个特别流畅的文章 他们真是妙手生花 你如果是有头版的文章到呢 你就祈祷说 让这几个编辑 来改我的文章吧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当时一个记者 每年至少应该有三篇头版 如果你达不到的话 他会找你谈话 因为我们会很重视头版 给读者提供最高质量的 这样子的一些报道 但是你开始写头版的时候 就会发现 我已经采访了几十个人了 我记得这个谈话的记录 已经几十页上百页了 我已经写了三四稿了 为什么他们还不满意呢 然后我老板就说 没有流过眼泪的头版 不是好头版 我就问他说 你流过眼泪吗 他是一米九几的一个大男人 他点了点头 后来他有一次真的把我气死了 我那篇稿子真的已经写了 很久很久很久了 他还要跟我这样改那样改 有一天我都跑到卫生间里面去 流了几滴眼泪 也是几滴而已 没有嚎啕是吗 在工作场合怎么可以嚎啕 我其实是一个挺强的一个人 不容易流眼泪或者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 为做一个采访 比如说一个一小时的采访 你都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我曾经做过一个头版 刚开始真的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做 因为是写一个很大的公司 他们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有一些问题了 我到网上去搜出了 至少有六十个吧 前几年在他们搜过高管的人的名单 一个一个查他们的电子邮件 一个一个查他们的电话 就是这都是很难的 然后给每个人打电话 多数人是不愿意跟你说的 然后有突破 然后这个人说的话 你还不能就都全信 全信 真的是做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事情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头版的 它的要求具体是什么 它就是要要求你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的 每一个细节都要是对的 当然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是对的 任何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信息 就是说你不能听一耳朵就来了 我们每一句话你都要有来处的 而且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的信息 你必须要有两个消息源 而且这两个消息源不能是一方的 最好是利益是相反的 有时候就是一些很小的细节 他们也要问很多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采访 在德克萨斯州 它有一个信号塔 是在坟地里放着的 然后那编辑就要问我 编辑问你两遍的时候 你永远会心虚的 你又得打电话去问当地的人 哎呀是不是我当时是不是记对了 干什么的 就是很小的细节 他都会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做记者很讨厌做更正的 我们的更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让你觉得你有一个更正 你会觉得你这一篇的稿子都废掉了 就是很生气 你是觉得对自己脸上很没有光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年有好几次更正 你要很注意了 那你最好不要在这待了 因为你经常犯错误怎么可以呢 我们报纸怎么能经常印错误的东西呢 对文字有很强烈的敬畏 对 更准确说对事实和信息 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是这样 你要能做得好 你要想做你这个行业最好的 你应该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就是你能够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 但是你写出来的话 不能是这种的行业的话 你写出来的话是大众读者能够理解的话 我能够理解就是很多年轻人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 我们叫pressure 就是你的同辈人周围人的这种的压力 大家会想要得到别人的承认 得到社会的承认 但是坚持自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刚才反复地谈到了职业精神 怎么样就显得你是一个职场职业的人 一个专业的人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应该有职业心 就是他要有职业精神 就比如说我打出租车 我不希望这个出租车司机连方向都不知道 要问我怎么走 那他是没有职业精神的 对不对 如果是我们做新闻的人 你就等着人家为你新闻 那是没有职业精神的 做新闻应该出去找的 你要能做得好 你要想做你这个行业最好的 你应该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就是你能够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 但是你写出来的话不能是这种的行业的话 你写出来的话是大众读者能够理解的话 你只有说他们的话的时候 他们才愿意跟你来说话 是这样子的 还有就是工作一定要非常认真 昨天还跟我一个同事说 我说没有一个老板会抱怨一个很认真的员工 不会认为他过分认真 没有的 另一方面你要守规矩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矩 就好比说做新闻的职业性 绝对不可以拿红包的 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你想都不用想 你拿了红包 你怎么可能有职业性呢 这是没有的 这个我知道国内是有的 我有个同事 他是华裔的美国人 他说他以前参加新闻发布会 他老看着很多女记者 背着LV的包 他老认为是假的 在秀水的什么地儿买的 因为他是个华裔人 他也会说中文 然后后来人家就把他当成了 那个国内的记者的 就给了他一个 他打开一看吓了一跳 挺多钱的 然后他说从那以后 我再看到那些包 我知道他们是真的 因为他们一般不会给我们 外面有红包的 车马费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他们都是知道的 不会给我们的 我们会退回去的 我们出去吃饭啊 干什么的 都是我们来付钱 换到中国这个环境 你还要坚持这样的原则 是不是就会显得 个力独行 或者说你很难去坚持 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 我觉得还是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 我知道就是 有一些媒体 他们付的钱也很少 然后年轻人 又要想买房子 又要想买车 或者就只是想过得 稍微好一点点 我觉得也是挺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有认识 国内媒体的人 他就是坚决不拿的 他说我以前有过 这个企业出钱 我出去玩了 干什么这样子 他说知道这样做 不对了以后 再也不要这么做了 我就觉得小孩真好 真喜欢 我们都经常会觉得 记者特别神通广大 就是你怎么能知道 那么多挺保密的 这个内部的消息 怎么去挖到 那些消息源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人总是会尊重 有专业精神 有职业精神的人 而且他们也都会看的 他们会看你写的东西 他们觉得你是真懂 觉得你写的东西里面 没有任何的不公正的 或者就是你就是为了 把这个信息拿了出去 他们会尊重你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赢得 你采访对象的尊重 不管是在中国 在美国 在任何一个地方 做人是很重要的 做人做得好了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告诉你的消息 有的人很好 他说我这个不知道 但是谁谁谁可能知道 这是他的电话 其实做记者 和做很多工作是一样的 我觉得做销售 可能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他就是一种信任 他觉得你是真知道 你在卖什么东西 那他会愿意和你 多说一些话 如果你每天去就说 你买我的东西吧 买我的东西 我干嘛要买你的东西呢 我觉得任何时候 你要尊重自己的职业 你要去很努力地去做 那你也会有对手 或者有消息源会尊重你 除了这个诚信之外 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小手段 从别人那把这个 不应该告诉他的消息 给骗出来 绝对不能骗的 做记者这一行 诚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任何时候 不可以去采访一个人 不说我们是谁的 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至少你要说 我是为道雄司工作的 因为我们华尔街日报 是隶属于道雄司公司的 你这个都是要说的 你不可以就是说 为了要拿到一个东西去骗人 我们采访的 一般都是很大的公司 不是说你一锤子就完了 即便是一锤子 哪怕街上的人 你都要对他公正的 你要去采访一个小孩 不满18岁的 你不能问他任何问题 你要说 我需要你的父母 或者一个成人来跟我说 我可以跟你说话 我们华尔街日报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高的 这种的职业操守的标准的 我们的新闻来源 即便有的时候 是不跟外界说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 跟我们的编辑 非常的诚实 你要跟编辑说 你是怎么来的 这个人是谁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的立场是哪一方的 你都要说得非常清楚 我招人的时候 我对人的要求就是诚实 你不要来跟我说谎 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谎 说谎是我最最最 不能够忍受的人的缺陷 如果我对你没有 百分之百的信任 我不觉得我们的读者 可以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我们发现 其实现在中国人跟美国人 包括跟西方人 心态就不太一样 就大家每个人都挺急的 据你的观察 就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急呢 我经常在想 其实我是往前冲的 但是我经常就是 我要上飞机 我就恨不得到 最后一个我再上 下飞机我就是说 要不我就是要求坐得最前面的 我第一个下 要不我就是我干嘛要着急啊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都着急的要干什么 上电梯我经常会挤不上去 你也不跟人家挤 所以你也挤不上去 对呀 还有在电梯里面 我看到一个女的一大早 她手上已经拿了很多东西 她又在打电话 但是她摁完自己楼层的动作 还是非常非常的累的 要去摁关门的动作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门呢 就是因为人人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心态 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写过一个纽约速度和北京速度 就是说纽约 我走了三年多 纽约还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变的 我觉得最明显的变的是 她有了新的自行车道 但是你三年前来北京和现在 我觉得根本就不认识了 我在08年回来 我说我是个陌生人 像个傻瓜一样 什么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 就是中国的发生的变化太多了 人总是在动在动在动的 你要不在动的时候 好像不太对劲了 你很难做得住 那纽约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急吗 都会很从容吗 纽约其实是美国走路速度比较快的地方 美国其他地方也很笑话纽约人 纽约人就是说非常的competitive 非常的有竞争力 做什么事情都要那个什么 风风火火 风风火火的这样子的 但是你要看她 她也是很有礼貌 很有秩序 排队就是排队 不会说要贴着你排 我就不太明白 就是经常要贴着别人排队 真怕中边嫁一个人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也不会说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对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她所处的大的环境跟趋势是不一样的 对 你不能够去要求一个个人 真的是特别能够跳得出这种大的环境 这是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没有必要这么高的要求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既然都在抱怨 有的时候也稍微自己想一下 我慢一下也没有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 因为你看到别人都在跑得非常快 你就忘了忘了 最初你自己为什么跑 对 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只是在跟着别人跑 这样没有意义吗 我经常跟我们华华街日报的人 开玩笑我就说 我在中国就是个loser 因为我又没有房子 我又没有车 也没有老公 也没有孩子 然后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过得挺好的 我干嘛要管别人觉得我怎么样呢 对吧 但是我能够理解就是很多年轻人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 我们叫pressure 就是你的同辈人周围人的这种的压力 大家会想要得到别人的承认 得到社会的承认 但是是很难的 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他们说 我的朋友说 你干嘛每个月要花那么多钱租房子 你干嘛不买房子呀 你买一个房子多踏实呀 干什么的 你会觉得不买房就不踏实吗 我没有觉得呀 我觉得买个房子我要贷款 那才不踏实呢 我就为了那个贷款打工了 我不是为自己打工了 对吧 你会觉得我是个过客吗 我不觉得我是过客 我在每个地方都过得特踏实 我租的房子 但是我自己去买家具 我去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我自己的家 因为在纽约的时候 很多同事都是租房子 大家也都会去买很好的家具 那你不会觉得我搬家了 我又带不走 那我不是亏了 给别人买了 但是你这些年 你都自己享受了呀 你不要老想着别人得到了什么 你要想到自己得到了什么 我在纽约的那些家具 就最后就送了人了 就完了 也挺高兴的 我去买家具